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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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已經打了二十幾場球 其實球隊還是有一些 防守上面跟 的一些細節要修正跟一些策略 那我們在這個禮拜做了很大的調整 那其實我覺得在進攻上防守上 都會跟過往不太一樣 我覺得會更有競爭力 應該是防守吧 因為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我們教練堂在這邊 說我們的問題在於被打很多的總共快光 而且是那種上空籃的 我們完全沒有防守的這部分 所以我們在防守回防這部分 我們應該要交代的更明確 這樣才有獲勝的戲劇 那你在上一場比賽自己投了 是科三分鐘 是私底下有做什麼 額外有投來訓練嗎 私底下沒有 就每天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就相信自己會投進 然後也很感謝隊友相信我會把球投進 然後一直把球上給我 平常做一些動位啊 可能帶一步或帶兩步之類的 就是比較模擬比賽情境的投來訓練 教練這部分本來就會啊 就是能多練一點試一點啊 畢竟這些投出來累積的東西都是在自己成長 也不會在別人 我覺得先從防守做起吧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滿熱愛防守的 所以就是先從這邊然後讓教練看到我 做出一些改變這樣子 先從這一步開始 當然就是要等待教練教練教你上場的瞬間這樣 所以你心裡要隨時準備好 孟雲在剃腹的角色上面可能要做得更好 看他能撐多少時間啊 那上來第一個監量就是不犯錯 然後讓整個公司還是穩健的在持續的運行 其實我覺得就做達到他的目標了 我覺得海神的觀念就是他的一個大的外援 跟小的嘛那個亞外 這兩個如果說重點在亞外的那個後衛 能夠一把他斷掉他很多的公輸線的話 那我想應該就表現的話 在防守上應該應該就表現得不錯 那其實海神裡面有幾個是你以前九派的質地比 那你猜一下你的心情 其實還好啊 其實他們能夠在海神這樣越來越表現越好 其實那當然我做過他們的教練 我當然也覺得蠻開心的嘛 畢竟他們的成長我慢慢都一直在看到 當然更重要的是我現在如何去讓我們這個 雲豹的球員能夠去慢慢去成長 這是我目前感覺到最重要的一環 來看看 倫敦 13、13、13 4、13、13、13、18、14、14、24、25、14、23、15、19、%0、34、20、23、64、13、26、34、 Facebook、 formation、長、29、 espa、とした